新的一年 这艺人刘一新现在要教大家了 怎么样在家里就可以简单的招桃花 她告诉你说 只要准备好红玫瑰 还有白色的百合 摘下这些花瓣来泡一个花瓣枣 就可以帮助开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新 2013年要教大家 如何能够增加好人员 增加桃花孕 研艺工作和副业 都有亮眼成绩的刘一新 要告诉大家 如何在家就能简单的招桃花 现在在泡枣的时候 我会准备两种花 一种是新鲜的百合花的花瓣 还有另外一种是象征爱情的玫瑰花瓣 那记得在挑选的时候 这两种花都请挑选没有农药的花瓣 玫瑰花 百合花 泡枣 但请记得一定要泡到全身流汗 那流汗的意思代表说 是要让身上的多余不好的负能量 能够排除掉 所以泡到整个流汗为止 那最好是 原汐能够泡到三天到七天 家里没有浴缸没有关系 还有别的小配包可以取代 插上一朵玫瑰 一朵百合 那玫瑰呢主要是代表爱情 百合的话就是百事好合 或是百年好合 那如果我希望我的另外一番是男生 我就放在床头的左边 所以呢放在左边 就可以有另外一个好的桃花过来了 但记得就是说 这个花如果一泄掉之后 就会赶快换新的 不能等它凋谢 这样 如果说你凋谢的时候继续放 会找来烂的桃花 但记得如果说 你常是要保持这个花很清脆 那如果说你招来桃花之后 紧继的花也要撤掉 就不能继续摆 继续摆花就变成 改变烂的桃花的意思 两个简单的方法 帮助需要寻找另一半的男男女女 在新的一年能够美梦成真 就算谈产谈润 以台北采放报道